爱福区云雄广场是细枝的商办中心 也是在地人的购物商场 里面充满了各家连锁餐厅 我们今天一起体验四间美食街的餐点吧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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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回到汐子这里了啦 诶 你各位啊 在我们身后的这家是远雄广场 我们之前有来这边介绍过几间还不错的吃到饱餐厅 他是说在这个广场 他在B1的地方 他有一个美食街 但是我们好像都没有跟各位分享 美食街里面有哪些不错的餐厅 对不对 那等一下啊 我们就一起进去体验看看 远雄广场美食街的餐厅美食 到底有什么不错的吧 Go OK啊各位 那我们第一家吃的是卤春秋啦 来吧 那我们先来吃吃看他的味道 很贵 自从我们出过国之后啊 我觉得对于我们台湾的猪肉 情有独钟了 尤其是说他今天现场所提供的是香草猪 虽然我们在国内吃自己的国产猪肉 也许你会觉得很平价 但是说他到国外的就是一个高级的猪肉了 有没有 尤其我们刚沾了他现场的特制沾酱 他那个酱真的是会辣的耶 可是我觉得他对于我们喜欢吃辣的来说 这个舒服辣 我觉得他这份180元真的是 算差不多了 来 王子面 西兰卤汤香气的王子面 搭配上蒜泥还有甜酱 甚至还有榨菜的点缀 而且是说你喜欢吃到这种麻辣烫味道的人 你真的吃到他 你会爱上他 还有吃麻辣烫味道 总要来的冻豆腐啊 总要来的冻豆腐啊 吸了满满的辣油还有鲁糖 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所以我们今天吃这一份 这个价格 这个不能量可能一般男生会觉得有点恐虚 但是在远雄工厂这周遭 有许多金融大楼还有科技园区 在下班的时候 有许多的OL或者女性工作人员 下班来这边miss的时候 你吃到这一家 应该是会吃得饱吧 他这个汤头喝起来 是有一种微微的酸味 他这个酸味 让我们已经充满马感的舌头 带来一股清新的感觉 那我们继续前往下一家吧 OK啦各位 那我们刚吃完正餐之后 总是要吃点港式点心吧 来吧 我们来试试看吧 用SO这样炒的热热Q弹的泡面 他吃起来带着嚼劲 还有些许的甜味 我是觉得我们加点他现场的辣 他吃起来的口感会更加的丰富啊 他就辣到我的眼泪又流出来了 不过我是觉得这非常的够劲了 我喜欢 但是我刚吃了块猪肉啊 还有那种很意外的地方是 他竟然是我们炸排骨切下去一起炒的 欸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样子炒的猪肉 竟然用排骨肉 还有紫菜蛋花汤 不知道为什么 他这个汤喝起来他给我一种满满吉隆汤口的味道 真的耶 烫青菜 如果你有在下厨的话 我这么描述应该能理解 他吃起来就是在夏天可以吃到的进口高丽菜 而且说他这个口感也是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脆感可言 可是现场如果你们是香港的观众啊 你们在香港吃到炒公仔面啊 你们会附上烫青菜跟这个汤吗 怎么感觉说他这个面非常的好吃 他的汤跟菜根本就是硬要附成一个套餐给你 嗯 嗯 吃完了 那我们进去前往下一家吧 那接下来我们吃的是炸鸡大师啊 那我们刚刚点的是一号层 还有炸腿丁肉 薯条 还有杯红茶 那他套餐的炸鸡是固定的椒盐口味 各位如果你们有经过这段历史的话 你们有没有吃过25元到30元鸡排 在这种严肃鸡排 到处盛行的时候 然后就蹦出一个新口味 蜜汁鸡排 我就觉得说他今天这个炸鸡的口味 跟早期吃到几乎一模一样啊 他这味道非常的台湾啊 还有说他这炸鸡里面有切了些许的蒜片 你可以配着炸鸡一起吃啊 没有想到我们能在这边吃到这么台式的味道啊 我是十分喜欢吃蜜汁炸鸡的人啊 还有这个薯条正在慢慢失去他的青春 我们赶快吃起来吧 他这薯条吃起来如果忍再多炸个半分钟之类的 我觉得口感应该会更好啊 虽然他是烫的 他反而吃起来有一种绵密的马铃薯感啊 我是觉得说喜欢这种口感的就是会喜欢啊 但我喜欢吃酥脆一点的啊 我们就用薯条配的炸鸡吃吧 西洋会比较好的 我们嘴巴塞的满满邪恶的炸物啊 吃起来好香 好油哦 只不过他这盘炸物里面他竟然还有给青葱呢 肥嫩香气十足的鸡腿皮 他这个皮才是最精华的地方啊 吃完这些罪恶的东西 再来一杯冰凉的红茶 真舒服啊 那等一下我们再前往下一家吧 OK啦各位 那接下来我们吃的这家是 好好吃大馄饨 我们今天吃他的套餐 他的套餐价格是138元 然后加面是20块 我就觉得说这样子 总该吃都饱了吧 经典的排位炸酱带着些许的甜味 我觉得他这个甜啊 刚好也有郑重我的下怀了 还有说这碗面配料有榨菜跟小黄瓜丝啦 还有说这碗面配料有榨菜跟小黄瓜丝啦 我们来配看看 今天现场面点类的餐厅 有许多家都是知名常见的面点 我们今天本来是要吃三双巧克力 但是说真的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吧 所以我们就吃他隔壁了 好好吃大馄饨的 接下来试试看大馄饨 虽然说他这个馄饨的鲜肉味十足啊 但是说整体口感几乎都吃到馄饨皮啊 感觉他鲜肉的含量有那么一点少啊 我们刚吃到一口榨菜 我是觉得说他不管是 脆度啊 还有说他调味啊 都还蛮像是他们从自家工厂 生产送出来的 就有一股淡淡的 中央餐穷味 还有这个榨酱面我们吃到下面啦 我发现他配料有豆瓜 头刀 还有肉酥 些许有红萝卜冰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榨酱面 里面竟然有草花生 虽然说他的口感是真的还蛮不错啊 但是这真的很少见 我们用馄饨配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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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等一下我们就去做结尾吧 OK啦各位 那么现在来到二楼这边呢 然后这么身旁呢 是我们上次有介绍过的小萌牛 那个漏水的小萌牛 不过OK啦 那么来说说我们今天吃B1美食界的想法吧 我们今天总共吃了卤味麻辣烫 还有香港茶餐厅 炸鸡大事 甚至还有 馄饨店 我是觉得说他每家餐厅 其实都是好吃的啦 尤其是我们今天吃到的第1家 如果你平常是喜欢吃 卤味或是麻辣烫的人 所以一餐185 可是其实在这边任何一家餐厅消费啊 你只要有这边的会员 你就可以折抵楼下的停车时数 然后刚好折抵个停车费 我是觉得整体费用 其实 可以接受的 至于我们后面吃到香港食堂 我是觉得说他的炒公仔面 它的味道真的是很好吃 尤其是说他也带一点甜甜的味道 那真的是 我超喜欢的 我觉得说今天可以单点公仔面的话 那其实真的那个汤 跟那个烫心菜 真的有点 大可不必 至于我们最后吃到 好好吃大盛顿 我是觉得说他就跟山山巧福一样 你可以 点一碗面 额外自己跟他点个加面 一般的男性正常应该 都也会有饱足感的呀 而且说 他这样套餐附这个 馄饨汤啊 虽然他的份量 馄饨大小 都是固定的 但是说起码他的馄饨是好吃的 尤其是在汐止这个地方 我们上班跟下班 一定是塞车的 如果你刚好塞这远雄广场 这个地方 你不如 就在这边吃个饭 再回家吧 而且在假日的汐止啊 我们真的 平常能去的地方 除了好事多之外 就是这里了 尤其这边 礼拜日下午 我跟你讲 一定爆发 我对于汐止最多的印象就是 塞车就塞车 可是汐止 还是有 可爱的地方吧 好不好 哪个看到这边 如果有什么推荐 吃到我餐厅 或是在地美食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刚才就去回复了 还有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 欢迎按赞 订阅加分享 也欢迎加入我的频道 会员送超级感谢 观众支持我们哦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 塞车了 哦耶 终于出来了 哦耶 哇 啊